黄复兴 黄荣华之党部主任委员袁宪制 每个月到花莲县13乡镇访试党员 24号这天特地走访南区三乡镇 将因风吹雨林中残破的国旗 全部更换成新的国旗 并且协助民众将破损的国旗 再次更新悬挂起来 黄复兴 黄荣华之党部主任委员袁宪制 每月到花莲县13乡镇访试党员 9月24号这天特地走访了南区的三乡镇 将因风吹雨林中残破的国旗 全部更换新的国旗 并且协助民众将破损的国旗 更新再次的展旗悬挂起来 因为他认同 可是我们国旗经过风雨吹袭之后就破损了 我觉得非常可惜 一个美丽的国旗应该飘扬在 我们中华民国的土地上 所以我有这个起心动念之后 我就去申请了400面的国旗 只要我进访试的过程中看到国旗破损 我一定亲自去跟卦国旗的主人去报告 我跟他更换新的 黄复兴 黄荣华之党部主任委员表示 在现今的政治环境下 能够在家门前悬挂国旗 需要伟大的情操跟勇气 更是一个对国家认同的具体表现 为了让所有破损的国旗更新 特别向中常委徐正蔚 申请400面的大国旗 展开黄荣华之党部所属各区党部 国旗更新的工作 让崭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飘扬在花莲的天空 持续美丽的飘扬 记得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